自成感通 祈福消灾 继2017伦敦护士悉灾三十信念法会 2017年6月9日 英国时间上午9点 仅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诸方大德 相继步入伦敦EXCEL展览中心 共同参加2017伦敦护士悉灾三十信念法事 即孝亲尊师知恩报恩祭祖大典 这场为期三天的盛典 由英国中华总商会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英国华藏阿弥陀佛学院 财团法人华藏静宗洪华基金会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联合举办 上午9点30分 上镜下空老法师亲临会场 主讲三十信念的殊胜功德 阐述佛门中的超见法会 中封三十信念法事的深刻意义 与殊胜功德 我们做三十信念法事 正是在训练自己 对念头的控制能力 老法师恳切地提醒众人 真诚心最重要 所谓智诚感通 用智诚心真正的智慧 就能从内心流露出来 真正能够达到明阳两立 护士悉灾 真正是功德殊胜 演讲结束后 进行佛前大供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与一切众生 下午一点 三十信念法事正式开始 内容包括唱赞 诵经 念佛 开示 忏悔与发愿回向 三十 狭义是指法事里面的第一时 第二时 第三时 广义则是指昼夜不屑 信念 师当下心系一处 念念不舍阿弥陀佛 诚如老法师所说 三十信念处处指引众生 过迷开悟 道归净土 只要虔诚一心 随着法本的引导去做 就能获得殊胜的利益 今天 在这场千人齐聚的法会上 我们深刻感受到 大众齐心前修的庄严气氛 在人人尽力 以真诚心 恭敬心 亲敬心 读诵礼拜之时 冥冥中产生了一股 净化世界的强大力量 所谓心境则国土境 期望以此善念善愿善行的力量 帮助世界消弭灾难 促进安定和谐 今年除了举行肃穆庄重 意宜深远的法会仪式外 会场更增设智慧之旅 汉学对人类的贡献主题展区 吸引许多人驻足参观 主办方表示 希望透过意义圈勇的展览 使大家认识汉学所蕴含的文化美德与圣者智慧 进而启发学习汉学的热情 最终回归自信本具的真善美惠 同时也希望本次展览起到促进东西文化互建交融的作用 让世界充满爱与和平 四海成一家彰显汉学对人类的真实贡献 明后两天 祭祖大典即将隆重登场 诚挚欢迎世界各地嘉宾 力临共襄盛举 慎中尊援 缅怀祖德 发扬后让不争的精神 世界各民族团结一心 共创世界各西